初始化表 十一 初始化表 初始化列表 好这是这个 那么接下来 初始化列表讲到这就OK了 一会我们再讲 因为先要讲内的对象作为成员 那么再才会反过来 讲我们初始化列表 它要解决的问题 OK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什么 就是看一看我们这个就是 类的对象作为什么呢 知识点 知识点十 类的对象 类的对象 作为 作为 另一个 类的成员 类的对象作为另外一个类的成员 说白了就类中千套类 就像我们上次写的那个 写的那个 点和圆的关系那个类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点 那么圆呢 圆心 圆心也是个点 那么是不是 圆这个类 它可以包含一个点的对象 点的对象 其实就这个意思 就这个意思 就这个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就说在类中定义数据成员 一般都是基本数据类型 但是呢 类中的成员也可以是对象 这就要 这就叫做对象成员 对象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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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我们的类的成员 那么C加价中 对对象的处处是非常重要的 在C加价中 对对象的处处是非常重要的 当创建一个对象的时候呢 C加价必须要确保 调用 调用了所有指对象的构造函数 就是说 当我们有多个对象成员的时候 它必须要保证什么呢 假设这是个大的类 大的类 那这里面有什么 有小的类 比如说类A 它里面有成员OB 有类B 有OB2 那么 这是个大的类 这个大的类叫什么 叫Data Data 那么 C加价变弃器 必须确保 调用了所有指对象的构造函数 也就是说 要想构造大的这个类 类的对象的话 必须先把小的这些对象 都构造完成 都这个完成 如果所有的指对象 有默认的构造函数 那么编辑器会自动调用它们 自动调用它们 也得注意 如果 如果所有的指对象 有默认 构造函数 有默认构造函数 那么这时候呢 编辑器就可以自动调用它们 自动调用它们 如果指对象没有默认构造函数 或者是指定 指定了某个有参的构造函数 那这时候就会发生什么呢 这时候又怎么办呢 假如指对象没有默认构造函数 指对象就是 A类和B类 它没有默认构造函数 那这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 那么是否可以在 类 大的这个类 构造 构造函数 直接调用指类的构造函数来完成呢 能不能调用呢 但是如果指类的成员属性是私有的 我们是没有办法访问其初始化 那么解决办法非常简单 就是对于指类的调用构造函数 这家家提供专门的一种语法 叫出刷列表 就是我们出刷列表 说了这么多 大家有可能迷惑 大家不太明白 梁哥你说的是什么玩意儿 那说了什么玩意儿呢 梁哥给你举个例子 有可能你还是不太明白 不太明白 给大家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什么 我就不拿这个了 不拿这个 注意一下 注意看一下 现在有个data这个类 data这个类 那现在呢 我现在先class classA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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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A类呢 它里面有个私有数据 private private 注意 它有个A 它有个A 也得注意 它有个A int A 也得注意 ma ma 也得注意 好了 那这个它是私有的 注意一下 它有个构质函数 它有个 咱们public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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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它呢 咱们先不管这么多 先不管这么多 先别去实现这些东西 别去实现这些东西 这是一个类 这是一个类 然后呢 我们可以写一下 比如说 A A它默认构造函数 这是无参构造 Cout 打一个无参构造 Cout Cout 干嘛呢 无参构造 无参 构造函数 无参构造函数 OK 我们写上 这是一个 无参构造呢 还可以写一个 有参构造 有参构造 Cout 干嘛呢 有参构造 构造函数 那么有参构造函数 就要有参数 对吧 Int A 这是 MA 等于 A 这是有参构造函数 那再来呢 基本的 就我们 吸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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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它没有指振成员 没有指振成员 说说 这就是吸构函数 吸构函数 OK 吸构函数 好了 就这个 那么这个呢 就是写好过后了 我就把这个呢 再复制一遍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类 还有一个类 再来一个类 再来一个类 再来一个B类 B类 这个呢 也是B类 这个也是B类 这个是B 这个是MB MB 把场景构建好 MB 这个是B类 那这呢 是标记一下 这是A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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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什么呢 B类的 这个是什么 B类的 这是B类的 OK 那么接下来呢 注意这个有个什么Data 有个什么 有个Data 有个Data 那么Data呢 它也有私有数据 它有私有数据 注意 那么这个Data 它是干了个什么事情 比如说 A类实力的话 有一个对象 叫OBA OBA 叫OBA吧 OBA OBA 好 然后呢 它又 它还有对象是OBB OBB 所以这个 它是 这是一个对象 这是个类 是私有数据 那这时候呢 这时候注意 那这时候 注意 我们干嘛呢 我们干嘛 注意 Data 它除了有对象 这就是什么 对象成员 这叫对象成员 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刚刚说的是什么 就是说 对象成员 就是说 一个类的对象 作为 另外一个类的成员 叫对象成员 对象成员 这一定要注意 这叫对象成员 对象成员 对象成员 它的本质是成员 只是它这个成员 是某一个类的对象 一定要注意 那这两个都是 对象成员 对象成员 它除了对象成员以外 还应该有什么 有自己的数 有自己的 有自己的数 比如说 Int Int 什么 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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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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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那这时候 伙伴们看一看 这就是基本类型成员 基本成员 基本类型成员 基本 基本类型成员 基本类型成员 OK 都是私有的 那现在我们做个什么事情 这儿呢 我现在没有写构造 现在呢 我干嘛呢 写个构造吧 写个构造 写个构造 构造 比如说构造了 写个构造 默论构造 默论构造 Data 这就是无参构造 无参构造 Shield 这是谁的无参构造 是Data的 Data的什么呢 无参构造 无参构造 这是Data的无参构造 那么它呢 也有有参构造 Data呢 也有有参构造 那么这个有参构造 一会儿再写啊 咱们一会儿再写啊 接下来还有个 西构啊 西构函数啊 这是呢 有个西构函数 Sealout啊 这我就不Sealout了 我就是打一个啊 西构函数啊 这是什么 Data的西构函数啊 我们看一下啊 那么当我们用Data 去实力化对象的时候啊 Data啊 去实力化对象 大家看一看啊 Data啊 实力化对象 使一个OB啊 OB啊 注意 那这时候呢 注意啊 这时候呢 就是系统呢 系统就是说 会调用Data的啊 会调用啊 会调用啊 调用 会调用什么 因为没有传餐 会调用Data的 Data的什么呢 无参构造啊 无参构造 无参构造 那么在调用无参构造之前啊 在调用之前 那么之前呢 在调用这个无参构造之前呢 它必须保证啊 保证啊 保证什么呢 保证 子类啊 就是说 子对象啊 子对象啊 儿子的子啊 儿子啊 子对象啊 子对象的构造 函数 先 先什么 调用啊 保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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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当OB去调无参构造 那么调用无参构造的时候呢 它就会去调用呢 调用A的啊 调用A的无参构造 和调用B的无参构造 我们来看一看啊 到底是 先调用的是什么 先调Data的 还是先调用对象啊 你看一下啊 运行的结果 来看看啊 看看啊 看看 看到没有 当一 当一个类中有对象成员的时候 是先调用 指对象啊 先调用它的成员啊 对象成员的构造函数啊 先调用对象成员的构造函数 你看 A的无参构造 B的无参构造 然后再调用自身的大的这个 Data的无参构造 Data无参构造 那么释放的呢 释放的时候呢 是先释放自己 再释放什么呢 再释放我们的对象成员的构构函数啊 说这个顺序是什么呢啊 顺序是什么 就是先啊 先干嘛呢 先调用啊 调用什么呢 对象 是这个好看的 对象成员的 成员的 成员的什么呢 构造函数 再调用什么呢 再调用啊 再调用啊 自己的啊 自己的构造函数 再调用自己的构造函数 然后呢 吸钩的时候啊 先吸钩 先吸钩自己啊 吸钩啊 吸钩 吸钩啊 自己啊 吸钩自己 然后再吸钩什么 对象成员啊 再吸钩啊 吸钩 吸钩 对象 对象成员啊 看到没有啊 对象成员 先对象成员构造啊 先对象成员构造啊 然后自己构造啊 自己构造啊 然后呢 构造完了过了 顺序就反过来 再吸钩自己 再吸钩对象成员 看到没有啊 这是 这是用于无参的 他会去调用无参的构造啊 伙伴啊 一定要注意啊 第二无参的构造啊 一定要注意 那么这时候啊 这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当如果我们是 有参的构造的时候啊 伙伴们来看看啊 如果我们是有参的构造 如果这时候我的data啊 这个data是个什么呢 是个有参的构造啊 注意啊 这个data是个有参的构造 那么这个data有参的构造 我传三个字 A啊 传三个字过去 A啊 int B 然后呢 再int什么呢 啊 int ABC啊 C啊 A呢 放我们的这个对象中的 这个对象中的A啊 对象中的A成员 那么B呢 放对这个对象成员中的 啊 B成员 那C呢 就放给data啊 就放给data 那这次啊 就是有参构造啊 Cout 有参啊 有参构造啊 有参构造啊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这会出什么问题啊 比如说现在呢 我可以把什么data 复制 把c的字 复给data 这没问题 关键是 接下来了啊 接下来 这个这个要出问题了啊 啊 OB2啊 OB2 它要传三个字啊 三个字 10 20啊 30 好了 这个呢 我们去运行一下啊 运行一下啊 运行一下 好了 来看看啊 来看看 伙伴们啊 来看看 我把上面这个注视掉啊 因为它东西太多了啊 东西太多了 过后了 看不清啊 看不清 那接下来看看 干嘛啊 干嘛 来来看看 看看 OK 那么这个呢 OB啊 有初始化啊 OB有初始化 那么OB有初始化 过后了 它首先会调用什么 调用对象成员的构造 函数啊 对象成员的构造啊 对象成员的构造啊 但是你看到没有 我虽然说是调用有参构造啊 这是有参构造 那么调用对象成员构造的话 它默认调的是什么 我们看这个位置 它默认调的是什么 默认调的是 无参构造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什么 系统啊 默认调用的是 对象 对象成员的 无参 无参构造 无参构造 它默认调用的是 对象的无参构造 那么 我们怎么去调用它的 有参构造呢 怎么去调用有参构造呢 你这个位置 这是一个对象 对象 它是这样的 你看 它构造的过程是怎样的 它是先构造 它必须先把对象成员构造完了 你看 成员构造完 再能 才能自己构造 才能自己构造 你可以看这个 它是先无参构造 先无参构造 A B 然后呢 再自己构造有参 自己构造有参 然后呢 自己吸购 然后A B吸购 说它默认调用无参 但是我现在的需求是什么 我就想把A 负给这个对象中的A 那B呢 负给它的B 这时候怎么写 这时候怎么写 我们不能啊 我们不能写这个 你看 对象OBA 中的什么呢 中的A 等于A 你不能这么写 为啥呢 因为这是一个室友成员 室友成员 这是一个室友成员 因为这个啊 这是在这个类里面 这个data类里面 它是不 不是在我们的A类里面 它是识别不了这个室友的啊 是不是不咬的 所以说你又不能这么写 还有呢 OBB 中的M B 等于我们的B 好 我们可能想到的是这种方式 那这种方式啊 就完成不了啊 这种方式是完成不了的 它会告诉啊 诶 室友的 你看 它说这两个是室友 所以说你不能这样访问 那不能这样访问 那就没办法去访问了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所以说 像这种情况下 就必须使用什么 必须使用呢 刚才是什么 负不了值 因为它是室友的 不能直接取足 公有的话 我还能解决 如果它是公有的 这些成员呢 B中的MB A中的MB 如果是公有的 我还可以直接复制 但是它是室友的 又拿不掉 但是它构的函数呢 你怎么去调用这构的函数 咱们又不能直接调用它构的函数 所以说 干嘛呢 必须使用什么 初始化 这就是初始化列表 使用初始化列表 显示的 调用 调用什么呢 显示的调用什么呢 初始化列表的作用就是 显示的调用什么呢 成员 对象啊 对象成员的 什么呢 构造函数 显示的调用 对象成员的 显示的调用 对象成员的 对象成员的 构造函数 那怎么调 就是这个地方 那么它的构造函数 什么呢 最后 最后这是对象名 一定要注意是 OBA OBA 它的对象名 就这样呢 就是告诉他 调用你的构造函数 把A传过去 把A呢 把这个A呢 传递到你的 对你的有差构造里面 那这时候呢 就是OBB 这时候啊 这时候呢 看到没有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调用我们的 构造函数啊 这就会显示 调用我们的构造函数啊 调用我们的构造函数啊 一定要注意啊 构造函数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甚至呢 这个地方还可以干嘛呢 C呢 Data呢 Data我们就可以写C了啊 C了啊 就可以不要这句话了 不要这句话 你看到没有 这时候你再看一看 它会调用什么 调用什么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是不是A的有差 你看到吗 直接就调用A的有差 B的有差 然后呢 我们Data也调用有差 这时候大家都有参数了 大家都有参数了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的 粗塑化列表 如果你不用粗塑化列表 那么Data 它可以调用有差 但是它的对象成员 对象成员 都是默认调用的无差的 调用的是无差的 一定要注意啊 是无差构造 所以说我们就干嘛呢 必须啊 必须使用什么呢 必须啊 在构造函数中 在哪个构造函数呢 在Data啊 Data的构造函数中 构造函数中啊 使用 使用什么 使用 使用我们的粗塑化 粗塑化 粗塑化列表啊 粗塑列表啊 粗塑列表啊 粗塑列表 使其啊 使其什么 使其对象啊 对象成员 干嘛 成员 调用 有差构造啊 调用有差 构造啊 调用这个 不然的话是传不过去的啊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OB2啊 OB2 OB2 DR 它没有显示数据吗 啊 没有显示个数据了 咱们就不写了 就没有显数据啊 那这就是有差构造啊 就出塑列表啊 就是说 如果啊 如果一个内中啊 它是对象成员啊 我们基本上就要用什么呢 哎 粗塑列表 那粗塑列表 一定要注意 粗塑列表 一定要注意 这个粗塑列表 一定要注意是对象名啊 注意的是对象名啊 对象名加小块啊 对象名加小块 粗塑列表 一定要注意是对象名啊 一定要写严密一点啊 对象啊 对象名加什么呢 小块啊 加小块啊 对象名加小块 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啊 那么加小块啊 OK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粗塑化列表啊 解决的问题 它解决的是什么 解决的 对象成员 显示的调用有成构造啊 显示的调用有成构造啊 不然你参数传递不进去啊 参数传递不进去啊 参数传递不进去啊 OK啊 这是这个 对象里面的调用有成构造啊 对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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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